最多的是 產後的媽媽 因為北半求消風 所以來諮詢龍母手術 龍母術後大家最擔心的後遺症其實是 在臨床上我們會看到變形 然後必須要取出的一個情況 哈囉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王俊玉醫師 現在女生普遍都很敢對自己投資 那擁有更健康的體態也能讓我們更有自信 那在我們診就會遇到很多女生 為了讓自己在照片裡更好看 身形更美好 那在夏天的時候啊 還會在內衣裡面放很多new bra 讓自己的身形好看 但是呢這往往會讓胸部的皮脂線 或是皮膚 會受到一些健康的影響 另外呢很多女生為了要讓自己的胸部變大 可能會選擇食骨的方式 那食骨的方式裡面可能會有 比較不知名的一些荷爾蒙 那這些女性荷爾蒙磁激素 就會讓我們提高乳癌的風險 那現在相對而言 其實做豐胸手術的技巧的眼鏡呢 還有材質的更新 那豐胸手術其實和矯正牙齒一樣 都是非常安全的 其實現在自尋龍姆手術的女生 分布的年齡很廣 25歲到45歲都很多 那最多的是產後的媽媽 因為北半求消風 所以呢來自尋龍姆手術 那在醫學文獻裡有報導 產後憂鬱其實跟我們的身材沒有恢復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也鼓勵產後的媽媽可以積極的恢復身材 一般來說還沒有生過北梨的女生 我們會建議升級的罩杯大概是2到2.5個罩杯 因為皮膚的彈性還沒有到很完全的展開 那如果是產後呢 因為有脹奶或哺乳的關係 我們的媽媽甚至胃兩三年的母乳 那每天脹縮之後呢皮膚彈性 極限就很大可以升級到3到3.5個罩杯都沒有問題 那其實我會蠻建議想要封兇的女生呢到門診親自讓醫師評估 因為呢其實在測量的部分我們要做很精準的測量 像是這個鎖骨到PP點的位置啊 如果過長其實都是產後的女生常有的 因為上胸的懸韌帶已經鬆掉 那整個PP點往下掉 那我們就會看這個正中心 然後到PP點 然後再到另外一邊的PP點的這個正三角 是不是一個黃金正三角去做調整 那甚至呢我們可以利用公胸的方式 讓PP點回到原來的位置 看起來更年輕 那在門診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幫女生呢直接擠乳鉤 看看是不是能夠擠成一個很自然的一條線的乳鉤 那這個呢會影響說 譬如說我們做升級的罩杯 但是無法擠乳鉤 這樣其實很奇怪也很矛盾 那這個問題往往是因為胸部呢 有漏斗胸或是雞胸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客人呢 我們就會建議他可以做複合式的龍乳 那複合式的龍乳呢 就是在加入自體脂肪 在我們的譬如說胸紅的地方啊 或是第三第四肋肩 他看起來比較骨感的地方 這樣才不會說 然後罩杯變大 但是還是有骨頭的感覺 那這是另一個案例 它是摩滴 複合式龍乳的案例 因為他來諮詢的時候呢 生了兩個Baby 然後上半球很空 然後很骨感 那他產後呢都不敢穿一些比較露的衣服 覺得這邊很空 然後長的內衣會跑出來 所以呢我有建議他除了做摩滴之外呢 再加做自體脂肪填在正中心的部分 以及邊緣 讓整個手感更自然 這個是他做完一個月 那他非常滿意 這是現在很自然的乳垢的現象 龍乳手術呢在術後的兩周是恢復的黃金期 那現在我們放的層面 多半是雙層複合式 也就是半筋半肉的層面 那在肌肉裡面有很多細小的血管 如果呢在術後有不正常的疼痛 或是呢兩邊一大一小 那我建議就要積極回整 龍乳術後常見的副作用 多半是疼痛 那疼痛呢其實有很多疼痛的止痛藥 那另外就是疤痕的部分 如果是切口的部分呢有色素暗沉 那我們可以使用雷射 然後讓色素變淡 那如果是切口的疤痕肥後 那我們可以使用一些硝疤症 讓疤痕軟化 龍乳術後大家最擔心的後遺症 其實是疤痕軟縮 在臨床上呢我們會看到變形 然後必須要取出的一個情況 那疤痕軟縮是怎麼造成的呢 它其實是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對於外來物一個正常的一個包覆的過程 那甲膜軟縮呢 它跟這個磁入物的表面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甲體的不斷的演進 也會讓甲膜軟縮的機率慢慢的降低 這個是光滑面 光滑面它的好處是非常的柔軟 但是它的甲膜軟縮機率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在照顧上呢它需要每天按摩 那這就是需要按摩的意義 那接下來要介紹比光滑面 甲膜軟縮機率稍低的柔低 那柔低它的好處呢 是手感非常柔軟 只是呢我會建議低到C以上的 胸部稍微有肉的女生做 因為它做起來上面呢 會稍微有一點水波紋 那最後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是現在最安全的磨低 那它的延展力呢也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從很小的傷口置入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這個奈米科技表面 它可以讓我們的夾膜軟縮機率 小於1% 那夾膜軟縮呢其實分成4級 前面兩級呢不會輕易發現 通常客人只會覺得說胸部變得比較硬 那外觀上沒有任何的改變 那這樣子的情況呢 其實可以用口服藥 然後搭配按摩 就可以讓夾膜慢慢消退 那通常口服藥呢 會包括抗夾膜藥 還有類固醇等等 那通常吃兩到三個月 讓症狀慢慢減退就可以不用再不用 但是如果夾膜軟縮 到第三第四級 那通常經移位變形 甚至會讓我們的身體感覺到非常的疼痛 那這種呢我會建議積極的到 整型外科做治療 那治療的方式呢 我們可能需要把夾膜做清除 然後甚至呢將這個夾體移除 那其實呢要避免一些術後的情況發生 在術前呢應該就要跟醫生做很審慎的評估 能夠置入的CC數的大小 因為這會讓術後的邊緣感水波紋的情況呢 都能夠減低 那另外呢在術後我們會穿一些定位內衣 然後並且呢在醫師的衣著下 我們開始可以穿一些無鋼圈 甚至是一些集中的內衣 循序漸進 那在食物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補充一些富含維他命E的食物 因為維他命E呢它有抗氧化效果 可以讓這個夾膜軟縮機率減低 像是堅果類或是深綠色的蔬菜 目前沒有任何醫學文獻呢 施政磷乳癌跟抑乳是有相關聯的 反而是自體脂肪濃乳手術 會因為脂肪沒有存活 在體內形成一些代化點 在X光攝影下呢 會和乳癌的初期症狀有一些相仿 所以乳房外科醫師呢 有呼籲高風險的乳癌女性 不要施做自體脂肪濃乳手術 我們植入液乳的層面呢 多半是半筋半肉 也就是複合式的層面 那會用胸大肌呢 將液乳擺在胸大肌的下面 那上面是乳腺 所以在做影像檢查的時候呢 不會有任何的干擾 也不會出錯 那只是呢我會建議做完 液乳的女生 不要做X光的檢查 因為乳房攝影呢 它是屬於一個會用機器夾壓式的檢查 那這樣子呢 對於胸部的一個外來力是太大 所以盡量呢 術後是做MRI 或是超音波 我會建議做完風修手術的女生 每一年定期的做超音波的檢查 或是呢在家就可以自我檢測 比如說我們可以在洗澡的時候呢 觸摸自己的胸部四周 是不是有硬塊產生 或是呢腰下淋巴結有沒有腫大 這些都是在家自我檢測的好方法 那因為現在乳癌有年輕化的一個趨勢 那我覺得呢乳房健康 我們還是要相當重視 其實現在諮詢隆乳手術的年齡喔 分布很廣 很廣 會和乳癌的初期症狀 會有一些類似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